然後再來應該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事實 那個微血管的管徑比紅血球大不了多少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其實微血管只有紅血球通過 血小板因為不是細胞 而且它比較小顆一點 最重要是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白血球其實不太容易進到這個空間 所以除非我們以前在上那個免疫系統的時候有提到 比如說發炎的情況的時候 這時候白血球會因為微血管擴張 那個空間變大 白血球才比較有機會進來 所以微血管那個微那真的是很細 就是大約只有一個細胞的這個直徑大小而已 那另外回到那個199月我們先談一下 那到時候在實際看那個珠心的時候 還有呢還有機會這個詳細觀察這樣子 就是半磨啊不管是防飾半或半月半 其實它都非常薄 那這麼薄的情況之下 一般半磨的設計它的開口方向呢 會指向那個血液的流向 所以防飾半呢如果上方是心室下方是心室 那防飾半的活動的那個地方就是朝向 可是因為它很薄對不對 所以當心臟的收縮力很強的時候 難道不會發生一種意外 結果本來那個門呢受到血液衝擊的瞬間 就應該關閉 沒錯齁 可是因為這個門就薄薄的軟軟的對不對 沒有什麼好的支撐力 難道不會因為心臟的收縮力太強 然後整個泛膜就往上翻上去 會喔 所以那個 因為這張圖是畫的比較接近真實一點 你現在看那個左邊 左右邊都可以 那個半磨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在半磨上面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紋度 這個紋度的話 你可以先 註記一下 它叫做劍合 像繩子一樣 它是結地組織 然後呢 可以把那個半磨固定住 讓它可以撐住 這樣的話 它才能夠應付那個 心臟收縮所帶來的這個超高的這個壓力 然後 那因為半磨飯比較小片 所以比較用得到 所以到時候 那個 當之後我們看珠心的時候 你把它切開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 然後到時候記得試一下 我到時候忘記 你叫兩隻手 你看 那個繩子很短 線條狀的 你要兩隻手抓著 好 然後呢 用你最大的力氣 你去把它扯開 不見得能夠扯掉 好 好 好 那最後保持手掌乾淨 朱心可以留下來 水煮一點 蘸個醬油 超好吃的 真的 你有沒有吃過朱心嗎? 朱心跟朱舌頭一樣 就是你只要用水煮的切片之後 沾醬油 就很好了 好 接下來看血管 兩百葉的地方 文字的部分 整個瀏覽過一次 所以動脈的定義呢 基本上是指那個 輸送血液離開心臟方向的這個血管 然後 那三個基本層 最裡面是內皮 然後呢 中間是那個平滑肌 然後從內皮到平滑肌這個地方 會有比較明顯的彈性纖維 然後最外層是結地組織 那以前有提到 這個結地組織 它的英文的 原來的意思 叫做連結 結地組織原來的名稱 正是連結性的組織 對不對? 所以哪些地方需要連結 當這個我們身體的構造 有兩個不同的構造 或兩個不同區域性的細胞 要過度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面臨這樣的組織的需求 OK 所以你看我們的表皮皮膚這地方 然後到底下會碰到肌肉層 對不對? 所以你的真皮這個附近 主要就是結地組織 可以想像嗎? 好 然後 那個 你的內臟 內臟的表面 馬上要碰到另外一個內臟 對不對? 所以很多內臟的表面 基本上也是結地組織 那其他的 我們以前有提到的結地組織 像誰? 雞劍 雞劍 阿記得嗎? 順便補充一下 雞劍 軟骨 骨臉科目 大一些脂肪细胞 这些 或者是當你看到那個內臟的外面有什麼固定的細膜 像那個粉腸有沒有 以前不知道那粉腸外面不是有一層薄薄的那個東西 那是腸細膜對不對 腸細膜基本上也是解地組織 然後那個像那個心臟表面光滑 那個表面也是由那個解地組織貢獻的 然後還有怎麼翹 像那個腎臟 腎臟表面基本上臉很光滑 那就是一個那個隨直翹 把它整個包起來 這些基本上都是解地組織 所以今天在這個血管 我需要這個管子有一個 比較那個那個 基本的這個輪廓的架構 所以用的基本上是解地組織 那因為它的肌肉層比較厚 然後它的彈性纖維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一般來講它的彈性會比較好 然後動脈呢 基本上會因為心跳 就是性膜的周期 然後跟著有規律性的脈動 所以通常發生在動脈上面的這個脈動 就是這個叫脈搏 它發生在心臟那一頭的就是心搏 那脈搏或心搏基本上 都可以有神經或內分泌來調節 然後至於靜脈的話 相對來講它的肌肉層平滑肌就比較薄 然後彈性纖維的密度比較差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注擊一下 然後接下來 這問題是通常那個靜脈這邊呢 它的血液 那個血壓會比較低 導致某些靜脈 大型靜脈的血液 最自然的流動方向 其實是遠離心臟 而不是回到心臟 所以靜脈要解決運輸的方法 因為這跟靜脈的構造有關係 就是假設心臟在上方 然後呢 我們講說這一角是下腔靜脈 下腔靜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它血壓太低 然後再加上重力的影響 所以它最自然的血液流動方向 其實是離開心臟 所以這時候 你知道想辦法 阻止它要離開心臟 而這個阻止的方法 就是 我們在比較大型的靜脈呢 去設計一些活門 所以每一次當血液要遠離心臟的時候 這一些磅 基本上就可以關閉了 這樣我起碼先阻止它離心臟越來越遠 可是這樣還是不夠 你只只阻止而已 我們的目的是要讓它回到心臟 所以看一下那個中間那個圖 大部分的這個靜脈呢 常常都緊貼著肌肉 所以這樣有一個好處 當我們的肢體在活動的時候 因為肌肉收縮的時候 如果這是一個肌肉的輪廓的話 當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它的長度是變短 可是它的直徑是變寬 所以你去想像 這個肌肉旁邊 如果有一個跟它貼在一起的血管的話 那你皮膚表層這個地方 皮膚的表面積大致上 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當肌肉收縮的時候呢 它變寬 這時候旁邊的那條血管 就有機會收到擠壓 所以那個肌肉的推擠的作用 反而常常會變成是 靜脈內血液可以繼續推動的動力來源 因為心臟到這個地方來 事實上 它能夠使得上力的部分已經很弱了 一般來說的話 血液通過微血管之後 那個血壓是趨近於底 甚至還有可能是負的 負的就是說 它是自然的流動方向是遠離心臟 而不是回到心臟的方向 所以肌肉收縮 是靜脈血液流動的一個主要的動力來源 這個時候如果你在配合那個半活的話 對不對 我現在周邊的肌肉往把靜脈推擠 那一推的時候呢 逆流馬上被阻止 然後順流基本上可以繼續推 所以兩個互相配合的話 這個是讓那個靜脈血液 可以回到心臟的一個不錯的配合方式 那通常一般來說心臟以下的血管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下腔靜脈比較會有這個問題 上腔呢 上腔應該很明顯吧 我如果管子在這地方 心臟在下面 我的流動方向是往下 對不對 所以上腔靜脈就比較遇不到這種問題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好 所以那個 如果你們要觀察 一般來講大型的靜脈呢 裡面會有半活 所以整個腔靜脈系統裡面 三個地方有半活 兩個地方有半活 一個是心臟 就是防視磐跟半月磐 昨天有講到嗎 就是半月磐大部分的資料 是把半月磐當成是心臟的部分 都不是當作動脈的部分 所以動脈一般的視統 為動脈內 動脈裡面沒有半活 所以第二個有半活的地方 就是靜脈磐 如果要再加上第三個的話 就是那個淋巴系統 因為整套循環系統的部分的話 要不要把淋巴系統加進來 基本上才是完整的 那如果你要看一些 比較半活的現象的話 以前阿翁你跟我們講過嗎 可以去看 今天缺血 嗯 你們兩個可以看過吧 沒有 沒有 我剛剛好想要自己做 你寫的是沒有救 我今天好像學一排 我今天這樣來會去看 做我的永遠 我今天都是 cargo 我今天教練 我今天要做的 阿翁 你不可以來看看 我覺得 好 然後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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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角度不好看不到,有嗎? 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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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清楚 幫我幫你抓住 快點,手要翔掉的人 手要快點 所以,現在清楚嗎? 公警 這裡嗎? 不清楚嗎? 這樣清楚嗎? 有啊 有嗎? 有没有幅度很清楚啊 没有 有没有幅度很清楚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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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注意当没有看到 没有 有时候比达紧准备 要把你绑过去再写 对 对 因为他什么都很怕 他都不小心 对 他只不小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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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再停住一點 沒有,你再去缺血,你抓了 抓不出來 你就把那個 找鄰居幫一下忙 先讓那個靜脈的血 你先把靜脈的血先停住 然後你就用那個手指壓住 然後呢,往兩個方向撥拍 你就會發現呢,剛剛那個紋路不見 然後因為接下來呢,如果你放掉這個方向 就是遠離心臟那個方向的話 它血液會順流,對不對 所以那個靜脈的紋路呢,馬上就會浮現 那如果你放掉的是這一指的話呢 因為它血液不會逆流 所以那個地方就會變成 這邊看到靜脈的紋路就變成沒有了 因為今天真的... 來,沒救了,好 沒有血,我注意注意好了 好,所以那個就是靜脈半的現象 好,微血管的話呢 基本上,昨天有提到一個 微血管一般來說是以網狀的架構來分佈的 所以比較好的說詞其實是微血管網 這樣比較能夠凸顯出它的用途 那最下面這邊呢,有兩張微血管的血液調節情況 就微血管的血液呢,基本上並不是需要時時刻刻都充血 因為血液,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 你要讓你的血液同一個時間 讓你身體的所有的微血管網都保持充足的血液有困難 好,所以,微血管的血液需要調節 那它那個調節的方式就是說 當我有一個小動脈,然後 要進入到最小型的 假設這邊是微血管的話 好,那如果我現在想要調控 就是,欸它有 比如說這個附近 它有另外一個小型的動脈 然後這邊也有一組微血管 所以我現在想要去調配這個區域呢 目前它的代謝率比較低 並不需要這麼充足的供應血液的時候 我可以不用讓這個血液呢 同時進來 比如說我這邊附近的細胞呢 有兩組微血管在供應 那我可以暫時性的關掉一組 那留下這一組 那因為細胞不是很麻 所以如果我只留下一組微血管網的話 那這個區域的細胞 基本上當然還是可以撐得住 那效率比較差 那反正它又不滿路 所以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可以適度的關掉一些微血管 然後關掉的方法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個小動脈即將要結束 要進入微血管的地方 這邊的管壁會特別的發達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擴約基 好,然後因為它出現在微血管之前 所以呢就叫做微血管前 微血管前擴約基 這個是屬於動脈的部分 因為這個擴約基其實就是誰 這個擴約基就是動脈 動脈的鏡頭 擴約基基本上指的就是 其實它是一種平滑基 然後這種平滑基它是排整個方向 叫環狀 所以一旦這些環狀排列的平滑基 緊縮的時候動脈就閉鎖 那動脈閉鎖的情況之下 血液就送不過去 所以把它想像成 它管壁本身在緊縮的條件之下 就可以阻止血液進入某一個區域的微血管 然後所以如果你要讓血液進入的話呢 那就讓它放鬆 那這個是可以調節的 所以最明顯的調節就是什麼 一般我們講說運動的時候不太適合吃東西 為什麼 因為當你在運動的時候呢 大量的血液會被分配到你的肌肉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通常有一個地方會被犧牲 就是你的腸胃 所以如果你在運動的當下 或前後比較寧靜的時間點吃東西的話 通常會容易消化不良 就是這樣子 因為消化系統的血液供應量不足 都會分配到自己上面 然後所以 反過來說 如果你現在比如說中午吃飯的時候 然後坐在位置上面 那時候呢 消化之後開始進行的時候 你的腸胃會分配到比較多的血液 所以這時候呢 你的肢體上面的血液流量 就可以降得很低 所以血液是需要調度的 所以 從微血管的觀點來說的話 200頁下面那個地方 就是微血管前的破月機 就是小動脈的末端這個地方 如果它的管閉的平滑機緊縮 那就可以阻止血液進入微血管網 那如果它放開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讓微血管網比較充血 就是充足的血液流通 所以 那個微血管前 擴約機 它就是平滑機 記得擴約機 擴約機 是指這個方向 它叫緩機 擴約的意思是指它是一種緩機 然後 因為 微血管只有單層細胞的厚度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變成是物質交流的主要部位 那如果是開放式循環系統 它就沒有了微血管 所以呢 直接利用血淋巴 去跟細胞做物質的交換 然後 畢鎖式循環系統的話 交換的部位就是微血管 這是兩套系統 比較大的這個差別 好 所以 接下來 今天的比較大的重點就是 幸福了 好 好 兩百零一頁的 直接看下面這個圖 好 整個星佛週期當中呢 我們觀察 心臟的肌肉的連續性變化裡面呢 大概可以歸納出 這樣的特性 使用那個簡單的圖 心臟中隔 然後呢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架構圖來看的話 心臟的基本架構 兩個心房 兩個心室 然後呢 豆房節是在上腔經脈剛進來的地方 然後 在那個心臟中隔 心房心室之間 還有一個 電線 好 那空間 就 別問了 防氏素 跟柏堅絲纖維 它是從防氏節延伸出來的電線 跟神經的概念很像 可是其實它們都是心肌 然後利用心肌細胞 然後讓它的運作像神經細胞 這樣可以理解喔 所以它的本質是心肌細胞 可是它的動作方式 基本上很像神經細胞 然後 所以現在呢 那個順序上是這樣子 當豆房節發出訊息 OK 所以豆房節發出訊息之後 這些訊息呢 就開始在心房區蔓延開來 所以第一個會發生動作的 就是心房 所以整個心伯週期當中 我們以發生動作來講的話 第一個階段呢 最明顯的改變 就是心房 收縮 我們先寫比較簡單的 等一下細節再全部補齊 好 所以等到這個訊號呢 蔓延到防氏節的時候 因為昨天講的心臟的架構裡面呢 心肢病的厚度 或發達的程度 其實是遠高於心房 好 那這時候呢 如果這個訊號呢 還要能夠很快的 充分讓心室周邊的心肌感應到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防氏節接手 好 所以等到防氏節接收到 來自於豆房節的訊號的時候 它會幫它強化 然後再利用它自己搭配的電線 然後盡快的讓整個心室的肌肉 感受到現在換它 手換它們收縮 好 所以心伯周期 心房收縮完的下一個動作 就是心肢收縮 好 以發生動作的觀點來看 先把主要的動作部位抓出來 好 所以現在的問題來了 好 那它上面先收縮 換下面 對不對 那所以上面如果先不看 你去看下面 請問那心室如果收縮完 請問它下一個動作 最後你來講 應該是什麼動作方向 應該是什麼動作方向 那收縮完 所以裡面的血液被擠壓 進入動脈 所以下一步 它是不是要重新拿到血液 然後等到下一次的心活的時候 它才有血液可以送出去嘛 所以視頻它的動作方向一定是擴張嘛 所以你從心室的觀點來講的話 它在前一個階段呢 是收縮的動作 所以它下一個階段一定要 輸張 所以心勃週期的第三個階段 我們就把焦點放在心室身上 因為到時候還要讓它再有 輸出協議的可能性 所以心室要輸張 要收集到協議 所以整個心勃週期呢 我們就把定義成這三個階段 所以你配合那個時間來看 你把這個順序 這張圖 因為它用的不是很一般的觀點 反正換一下 那個1 2 3的部分的話 那個2改成1 然後3改成2 然後1改成3 所以我們看右上角這個地方呢 心防收縮 然後呢 心防收縮的話 最明顯的是 如果上面的肌肉收縮 請問協議往哪邊流動 因為以它的相對關係來說的話 如果心防收縮 這裡面的血液 開始被加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加壓的過程 我們當然是希望協議 往這邊點 留意這個時間 有一點回憶 0.1秒 整個心防動作 因為心防比較小 所以如果你以心防的架構比較小來講 只用了0.1秒收縮完成 這也還算合理 可是等一下你會發現 那個心室收縮的時間 再不然比較這個0.1秒 就有一點不合理了 好 所以心防收縮用了0.1秒的時間呢 將協議從心防送往心室 對不對 如果你這時候要讓協議通過的話 請問房事辦應該要開門 要開還是關 應該很明顯吧 所以心防收縮的時候呢 房事辦必須打開 好 但我的目標是 要把協議從心防送到心室 所以請問當心防收縮的時候 心室要幹嘛 這是一個相對配合的問題 如果 最明顯吧 你也收縮我也收縮 對不對 你的肌肉還沒有我的發達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兩個一起收縮的話 一定是比較多 所以這時候協議就逆 就是逆向流動了 所以心防在收縮的時候 心室一定要配合 心室需要是15張 所以上面再加壓 下面再擴張 減壓 對不對 所以你的壓力的方向 才會是上面高下面低 那協議的流動方向 才會是從心防流向心室 當然門要打開 這樣 所以這樣第一個階段 心防心室就交代完了 然後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呢 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心室收縮 換他收縮 因為訊號 訊號現在到達了心室區 所以換心室收縮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要心防呢 最合理嘛 剛剛他的肌肉動作就是兩個 不是收縮就是放鬆 所以他剛剛是收縮狀態 所以現在是換他放鬆嘛 對不對 因為等一下如果心室還要再拿到下一批的協議 你是不是得讓心防對外 從靜邁那邊收集協議回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心室在收縮的時候 心防的動作方向 心防的動作方向是舒張的 好 這個應該蠻好推的 所以可是接下來問題是 心室開始收縮 心防去做舒張的動作 然後呢 心室的收縮 是為了把協議送出去 阿心防的舒張是為了收集協議回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邊呢 在舒張他的壓力比較低 這邊在加壓 因為他收縮嘛 所以這邊壓力比較高 所以這個門就很重要了 如果這個時候心室在收縮 門不關 協議就衝回去了 可是我的目標是 把他送到動脈那邊去 你看齁 所以這個時候 防刺辦事關閉 所以防刺辦什麼時候關閉 是很單純 你只要看是心室收縮的時候 防刺辦一定是關閉的 可以講 他不關閉的話 血液就逆流 回到心防了 這不是我們要的方向 我們希望整套 循環系統的流動 血液的流動 都是單向的 不要有雙向的可能性 好 所以心室在收縮的時候呢 心防是正在做舒張的動作 而當下呢 防刺辦是關閉的 好 可是接下來 跟心臟本身相關的 還有另外一個半模 那我現在心室在收縮血液淤跡 要送入動脈 對不對 然後心室到動脈之間 還有半月半 所以這個時候合理來講 半月半應該是要打開 這樣 OK齁 好 所以完成了這個階段之後 下一個階段 留意一下幾秒 0.3 左右 好 為什麼說這個時間 你一比之後 就會發現有一點詭異了 一開始看 還好 因為心防比較小 心室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心防0.1 心室0.3 看起來也還OK 可是 我們再從另外的觀點來看 你不要考慮大小 心防B的肌肉比較薄 心室B的肌肉比較厚 所以心室比較有力 心防比較美力 結果比較有力的要花0.3秒才能夠完成動作 比較美力的 竟然只花0.1秒就完成動作 好 是這個點很詭異 然後這個之後才能夠補齊 所以接下來 看心室比較明顯 心室 它動作 收縮動作完成 下一個動作 勢必是舒張 OK齁 所以第三階段呢 心室在舒張 所以接下來 心防 在做什麼事情 就很重要了 我們發現 這個地方完全可以突顯出 心防果然比較美力 因為心防這個時候 還在持續 它從心室在收縮的時候 就開始舒張 到了心室在舒張 它還是在舒張 所以等於在這整個 一般來說的話 一次的心佛週期 大概 0.86秒左右 那它這邊是把那個6直接拿掉 所以用0.8秒來算的話 第一個階段 0.1秒 第二個階段 0.3 第三個階段 0.4秒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整個這0.8秒的時間裡面 心防花了0.7秒 都在做什麼動作 舒張 收集協議 對不對 啊 心室呢 心室從 第0.4秒 如果你第一階段 就是右上角 加右下角 兩個時間加起來 是0.4秒 所以從時間0到 第0.4秒的時候 第0.4秒開始 心室開始舒張 到0.8秒結束的時候呢 心室還沒有完成舒張 它又延到下一個階段的0.1秒 為什麼要多延0.1秒 等下再談 但是心室的舒張 總共花了0.5秒 可是心防的舒張又花了0.7秒 你從這個部分來去看 那個心防跟心室也比較有利 會比較準一點點 這樣 OK 所以接下來 真正多說了 看一下 202頁這個地方 好 好 先看表格裡面 前兩個部分的階段 我們可以把整個 新活週期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是心防收縮期 好 然後心防收縮期的期間呢 這個時候 心室 這個剛剛還... 好 心室一定要去做舒張的動作 因為 心防如果在收縮 心室也收縮 血液一定是逆流 因為心防比較沒有力氣 好 它收縮的時候 產生的血壓會比較小 好 所以心防要收縮的時候呢 心室要舒張 這是一個必要的配合動作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現在從整個週期來看的話 這是0.1秒 然後接下來 第一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 然後第三階段 對不對 你去看心防 心防的話 是從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開始 它會舒張 一直到這邊結束 然後如果你去看 那個心室的話 心室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舒張 然後呢 到這個地方結束 它需要多延遲個0.1秒 因為這個時候 心防正在收縮 心室不舒張的話 血液送不下去 好 所以這個是互相配合的情形 然後第二個階段呢 基本上是心室的收縮 然後所以心室收縮的時候呢 心防就 因為它剛剛才收縮完了 所以這時候換心防是舒張的 好 然後接下來呢 第三個階段 是心防心室都在舒張當中 所以接下來就會有幾個 心臟的動作 除了我們可以感受到 比如說拿個聽診器 對不對 那你就會感受到 那個心活的脈動之外 最明顯的 就是說 你還可以去觀察聽到 聽到呢 第一個最明顯的 就是透過聽診器呢 聽到那個心活 它的動作的過程 會產生一些聲音 那結果我們發現呢 這個聲音 通常有一個 有幾個 比較明顯的 那個聲音呢 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關門的聲音 整個心活的過程當中 因為 半膜關閉的時候 常常是 比如說心臟在收縮的瞬間 然後防四半呢 一下子受到血液的衝擊 那個門呢 就好像被甩了一下 甩了一下 然後就變成 所以 整個心活周期當中 第一次可能會發生聲音的話 從門打開到門關閉 哪裡?就是這裡 所以 心事收縮的時候呢 會發生第一 心音 好 所以 整個心活過程當中 第一次有門 從打開到關閉 開門 沒聲音 但門是開啟的 邊關閉會有聲音 因為門被甩一下 然後 所以下一次有聲音呢 是什麼時候 就是當心事完成收縮 等心事在舒張的時候 請問 心事舒張的時候 他剛剛血液送給了誰? 是送給了動脈 所以 心事收縮 動脈是擴張 然後你等心事在舒張的時候 動脈才要開始縮回來 所以這時候呢 動脈那一頭在加壓 心事的這一頭在減壓 血液是會逆充的 所以這時候呢 會導致半月半關閉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會發生第二 心音 所以 觀察心臟健康與否的指標 就是聽心音 當然心音基本上 就整個心勃週期裡面 總共會發生兩個 第一次是防蝕 關閉發生的聲音 第二次是半月半 關閉發出的聲音 那防蝕關閉的時間點 是在心勃週期的第二階段 半月半關閉的時間點 是在第三個階段 連哪一個階段 基本上都要知道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我們在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對不對 就是稍微詳細一點的 應該還是會幫你聽一下心音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測量 血壓有沒有 最基本的吧 就是手伸進去 然後按一下 然後接下來三個數字告訴你 收縮壓 舒張壓 還有 心跳的速率 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心勃的頻率 那可是心勃的頻率 一般我們是取這個 就是這個平均值 就是大概呢 如果每次0.86秒的話 所以成人的話 一般來說 每分鐘大概是70次左右 對不對 所以抓平均值 所以如果說 比如說大家現在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的平均值呢 大概是65到70之間 對不對 那你這45下 就這麼說保重一點 那比如說 那個大家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那個心勃平均值 大概65到70 對不對 你坐在這邊什麼事情都沒做 只是隨便寫幾個字 然後突然就飆到140 就很祝福你 這樣子 好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 有沒有參考價值 有 可是有時候 就是說 那個 背後還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你只看到那個 表像 事實上 你也不能判斷 它發生原因的狀況 對不對 聽輕音就好多了 第一個 兩次的聲音裡面 一般來講 那個房事辦關閉的時候 因為房事辦那個門比較大片 所以那個門一甩下去的時候 啪 那個聲音會比較低層 然後那個半月辦那個門比較小片 所以那個閉耳發生的時間就比較短 而且門比較小片 所以那個閉耳發生的時間就比較短 那房事辦那個關門的那個發生的聲音就會比較長 音調就比較低 然後那個半月辦的話是音調比較偏高的聲音發生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這個勉強可以聽得出一些異樣 對不對 更何況是我們講那個比較誇張的 比如說我們講說那個你出生之前這個地方 這裡本來應該有一個交流的 暫時性的交流的管道 那出生之後應該要封閉嘛 對不對 結果呢 在這個心上的收縮過程當中 就是除了那個 啪或啪 然後還有那個 嘶 這樣子 那一個是看看這裡有沒有問題 就是收縮的過程當中 那個血液有那個流動 產生的很低沉的混亂的聲音 濁濁的這樣子 乾脆的 然後或者是這個也是一樣 是房事辦 房事辦它承受的是那個 來自於新式的強大壓力 對不對 所以本來那個門關閉的時候呢 它應該要完全密合 那你想像那個情況 就是說 比如說真的現在外面呢 那個吹個14級的風對不對 然後你的門關起來 然後結果那個門縫很明顯的時候 那個風從那個門縫吹進來 然後呼呼那個感覺 那個其實是可以從那個 聽診器 可以聽到一些蛛絲麻跡的 當然這已經比較嚴重了 其他就看那個醫生自己的經驗了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 比較誇張的情況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呢 有那種什麼半膜 半膜缺損 發育不完全 甚至於是什麼脫鎚 沒有力氣 所以它沒有辦法完全閉鎖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些雜音 所以看起來聽心音應該比單純 看心跳的數目 能夠參考的證據就多一點了 對不對 那另外接下來就是血壓 那我們把血壓延到最後再來看 我們先看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的是 昨天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肌肉跟神經細胞 這兩種細胞呢 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雖然一個負責的是產生動作 然後一個是傳遞訊號 可是我們如果從細胞的觀點來講的話 這兩種細胞它都可以去產生 都可以去產生磨電位的變化 OK啊 那OK 產生磨電位變化就這樣好了 你再了不起的話 如果假設我們有那個機會 然後放一個電極 比如說三用電錶都聞過 三用電錶不是可以測電壓、電流、電阻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現在能夠 能夠有機會 直接把像三用電錶的那兩個偵測的電極 放在心臟的表面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測到一些電壓的改變 就這樣子 它真的沒有嘛 所以當然會有點遺憾 結果發現沒關係 雖然我們平常的時候 沒有辦法直接把電極放在心臟上面 可是心臟這個動作過程當中 它竟然會把心肌所產生的磨電位變化 投射到你的皮膚表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 聽懂嗎 動作的地方是在心臟 OK 心臟被包圍在胸腔 所以好歹你的胸前臂這地方 有骨骼有肌肉 對不對 你把它當成是一道牆 那這個電應該 合理來說應該不會出來才對 結果發現呢 那個皮膚表面會反映出 心臟的跳動過程的 微弱的電壓變化 所以你只要想辦法透過儀器 把這個熏陶放大 然後你就發現呢 在整個心波周期當中 它會產生這樣子的波形改變 OK 然後呢 這是一次的周期 然後到時候呢 會再來一次 所以在那個病床旁邊 不是有一個這麼大的電腦 上面有螢幕切割成四個區塊 然後看過這種嗎 一個標準的 其中有一個區塊 你們就可以貼適當電極就可以反映出這個 有沒有玩過 下次去醫院探病的時候 通常手會比較癢一點 就是如果機器擺在那邊不用很快不用 就是 胡亂的趕快把電極 因為總共只有三個電極 它有正確的位置 那如果你不會貼沒關係 記得 心臟的兩邊就貼一個 心臟下方再貼一個 總共三個 其實它有 你貼錯的話 就是那個波形 不對而已 好 因為我們有標準的貼 它有標準的貼法 好 然後所以你貼錯也沒關係 只是那個形狀不對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那個 所以就火速貼接 然後開機 然後趕快看看 然後如果有print的功能的話 趕快把它印出來 然後關機 這樣就好了 因為機器不用擺不用 那麼好的東西 放著浪費了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心電圖的變化這樣子 好 所以下一次 下一次 好 好 所以先參考那個202頁 所以當節律點 鬥防似節合作 然後呢 引發心防心肌的肌肉收縮的動作過程當中 心肌的收縮 產生的這個電力 電壓的變化 可以投射在皮膚表面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電的變化 記錄下來 就是所謂的心電圖 所以你常常會在看到那個心電圖 那個機器上面 看到寫一個ECG或EKG ECG是那個英文的縮寫 那EKG是德國系統的那個 儀器的這個縮寫 所以這兩個縮寫都對 然後呢 我們大概呢 把這整個心電圖當中 幾個比較有特色的波峰跟波谷 取出來 這是一個週期的範圍 然後呢 所以從前面到後面的話 依序 這個波峰叫P波 然後接下來 有一個波谷 然後抖升上去 Q 然後S 這是一個劇烈的變化 然後接下來呢 再有一座小山頭 叫T 這是它的基板 PQRST PQ PQ PQRST 然後這樣這裡 然後 為什麼會有這個三個波形變化 這個就是心波周期第一個階段 這裡就是第二階段 這邊就是第三階段 所以這個是可以跟心波周期三個階段相互印 再把心音加進來 基本上心臟可以透露出來的訊息應該就很多了 好 就在這邊 還有人要交付錢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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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